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今天其实更多的跟大家分享的是收藏中的两种快乐中的一种 那我认为收藏中有两种快乐 一种快乐是你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非常喜欢它 你终于有一天买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 就比如说如果是我买到了一个乳窑 那这是一个梦想 那这是一种快乐 那还有一种快乐是你买到的东西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或者不是那么清楚 但你买到手上之后 你才逐渐的去熟悉它 去最后figure out 最后去明白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又是另外一种快乐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收藏过程中的第二种快乐 大家还看到这本木书 首先它是这个木质的 它的这个和书的封面 和书的这个背后都是木质的 展开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做的呢 里面它里面是叶子 不是纸 叶子做的 然后这个是把这个叶子做完之后 我估计把这个叶子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给它弄干了 里面充满了各种神奇的文字 甚至还有恐怖的图画 像一幅恐怖小说一样 我是在 我是在摩尔本的一个星期日的那种跳蚤市场 就我们国内的二手市场 这么一个地方去买到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当时买回来之后 我觉得这东西肯定有点意思 因为我在网上查半天不知道 查不到资料 那这种东西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偏文 比较冷门的 也没有人去做假 那我就在找半天 它是什么 花了我一年时间 毫不夸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上面的文字不属于任何一种 已知的文字系统 然后它的这个 后来它 我是从它这个雕塑的方式去猜测 它很可能是一个 可以说是人类学的一个物品 因为什么是人类学 可能它是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 去做的 这一项还是属于部落社会做出来的这么一种东西 因为它上面会图腾啊 跟萨兰有些关系 直到呢 直到有一天 在事隔两年之后 我在在一个网上看到了一个售卖的一件东西 跟这个很类似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古板 上面的我为什么找到跟它类似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文字 跟这个跟这书上的文字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形式 并且上面也是充满了类似的图腾啊 这边是一个蛇啊 这边是应该是一个蜥蜴啊 然后啊 这边还有方向 那后来我 因为有了这件这件东西呢 我是问这个这个卖家 他说他是应该是属于island people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岛民 岛国民呢 就是说这个太平洋岛屿附近的这些人 这些人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新西兰的毛利人 包括了甚至包括了台湾人 他们其实是后来我再往上去做调查 他们其实是一拨人叫玻璃米下人啊 然后呢 他们他们是干什么 他们是在这个公元前的两三千年 就从我们中国的福建啊 南部这些地区开始再继续往南迁啊 然后呢 先是到了台湾 然后呢 一个岛像跳岛一样啊 一个岛跳到另外一个岛 这是一个很宏伟的一个迁徙 人类迁徙史 最后是一指迁徙到了这个最远 到了夏威夷啊 大家可以看看 从福建到夏威夷这个大航海的这么一个人类的壮举 而且在那个时候都是纯座独木舟啊 然后呢 在每一个岛上呢 都留下了 当然留下了一部分居民 然后有一部分居民又跳到另外一个岛上去 所以说这个整个区域就我们把它叫做太平洋岛语文化啊 那么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语文化上的这个 呃 两件藏品啊 那只要说一下这个墓书上面的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它上面的这个 我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啊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看和这个是非常契合的啊 那我想这个肯定是既然这个书和这个古板都放都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它肯定有个意义啊 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是属于早期这个 这个算卦 如果量身极致啊 他们的也有量身极致 就比如说这个小虫 你看这个小虫横跨了四格 那就是这四天是不能做什么事 因为这四天可能是出去做事是属于不是好时候啊 那别的时间呢 红色点呢 可能有一个有另外一个意义啊 所以说当时的人 因为我们这个科技不够发达啊 所以说他这个是通过这种散板的这种占卜来做的 那么这个古板和这本书应该都是当时的这个步骤里面的这个乌啊 就是萨满乌施啊 他们所使用的东西 里面甚至记载了一些人型的啊 大家可能看着比较恐怖啊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啊 像这种人型的 估计当时我估计这个是一种种草药的方式 你看一个人在这么躺着 这边有个蛇 这边还有个虫子啊 可能是这个 医术吧 可能各种东西 那具体到这个地狱呢 这个应该叫巴塔克 这个民族叫巴塔克 也是大家可以在网上能查到啊 只有一小小点资料 巴塔克文化 那么这是这个 我在澳大利亚 摩尔本收藏到的两件 这个人类学的文物 那跟我们中国其实息息相关啊 因为其实他们真正的祖先是来源于 中国福建的福建 或者说福建左右的南部区域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